Let's go Like that Come on 歡迎收看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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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妹新行業 扣客吃飯 你聽過嗎 我在Lounge Bar裡做 BR Witches 就是公關活生 公關活生 喂 我是李久哲 JJ How are you doing 英文呢 為什麼英文 我為了你專門去學英文啊 你不是說上次要來我們Lounge Bar 然後教我英文嗎 我最近英文又退步了 你要不要過來教教我 跟她說這裡有三杯雞 很好吃 三杯雞 三杯雞嗎 三杯雞 三杯雞 好 等一下我馬上去 好 說不定 Happy Mother's Day 我才推出特別企劃 女人四十一隻瓜 超完美辣媽登場囉 一號辣媽 黃十五分 三十多歲 一分五十二分 四十五公斤 四十五公斤 是飲食加運動 對 早餐的是 真的 不行 沒有 可是妳知道 現在她研究出來是那個 是一個寶耶 運動 對 妳做什麼 跳舞 妳也是喜歡跳舞 對 她會跟妳跳 Framingo Framingo 很喜歡我們的舞蹈 Sasa Sasa 有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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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冷靜喔 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各位媽媽們 準備下黃臉盒的日子 說拜拜囉 我猜超完美辣媽 今晚將震撼您的視覺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晚安 各位 Good night everyone 今天 今天這個禮拜六 的心情有點不太一樣 可以說是有一點五味雜陳 其實我覺得還滿難受的 對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 要用比較稍微嚴肅的心態 來告訴大家 吳宗憲先生呢 他因為長期以來 一直保持又便秘的困擾 導致了嚴重的痴瘡的問題 所以現在正在醫院裡頭開刀當中 對 就是大痴瘡就對了 對…我們祝他早日康復 這也是他九年以來呢 第一次沒有進我猜的現場錄影 對啊 第一次缺席 所以我們大家看著那個 吳宗憲的那個照相 移照嗎 不是 移照 也不是 應該敏懷一下 吳宗憲 打聲招呼這樣子 吳宗憲 滿滿的不如 因為一次的痴瘡 妳好走 對 沒辦法來錄影 所以在這邊 我們稍微的默哀30秒 好 30秒太長了 對啊 我們今天整集都來默哀30秒 我們應該偷開這個 因為今天來了帥哥跟美女 對 其實今天憲哥有特別交代 他說節目 這個娛樂還是要繼續進行的 而且我們最主要的就是 身負重任把開心帶給大家 尤其我們來了兩位好朋友 好好介紹一下 歡迎陳德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德烈 還有Linda 你好 Linda 陳德烈她現在目前有在這個 擔任中式的連續劇雙臂傳說的 男主角嘛對不對 然後今天難得來到現場 我們平常也知道 其實陳德烈她是個非常盡責的 新男演員 她平常都有在健身 對啊 那一定要秀一下囉 而且今天穿好低喔 想不想要 我幫妳拿 沒有關係 對 脫掉… 快點 我要看 快點 脫掉 想不想看 李明又很想人家 因為會把他臉上笑那麼慘 終於吳鐘憲不在 今天我可以偷吃 你要喝 陳妮妳要有這個腿 好好地安撫她好不好 沒有辦法 我說真的 我覺得妳的身材很久了好不好 對 我想說 就讓她討我們看就好了 不要再這麼搶啊 不是 說真的 我今天一看到妳 我內心就開始狂野了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妳這個男人婆 好啦… 不過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現場的朋友 這邊是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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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用她 我有朝氣喔 我們今天有剛剛多麻煩 觀眾喜歡的特別來賓來到現場 首先歡迎一位好久不見的 久折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到底誰是李九哲啊 對啊 來 我們來看 5 4 3 2 開門 等一下 大家好 我是影子歌手 李九哲 影子 Shadow… 沒有 結果他牌子拿起來 我們還是說你哪位啊 對 他在說他是影子歌手 李九哲 沒有 其實是Margie的小胖 小胖子 可是真的 現在不能再叫你小胖了耶 你瘦了幾公斤 差不多10公斤 10公斤 好棒喔 音樂開始 快點… 脫掉… 我一定要順道一提 今天他為了紀念憲哥 還穿那個憲哥 好像上上千幾個禮拜的T恤 你聽我穿 我們在這邊又要在30秒鐘的幕 說真的 九哲 這一次你來到台灣 好像是推出你自己個人的專輯 是不是 對啊 我的第一獎國藝專輯 大家都知道他唱歌很好聽耶 對啊 所以要不要現場來唱一下 沙啞的聲音 我們今天因為憲哥不在 所以你一到十手都可以把它唱完 真的嗎 好 謝謝 隨便啦 謝謝 好 好 韓國人唱歌完全沒有就是唱調耶 就不會覺得是韓國人在唱歌啊 就是R&B的是唱 是唱中文嗎 是啊 沈黎 你在唱完請問這個問題 這一個用 是 國語專輯 個人的嘛 對…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F.I.R 這一次會舉辦演唱會 已經舉辦過一次了對不對 反應非常好 非常成功… 那很感動啊 那天下雨 對 那還是有很多 在雨中唱歌的感覺 始終的歌名支持我們 再一起演 好棒喔 所以今天一定也是要大唱一下 你的歌對不對 要不要唱一首就是 可以嗎 1 2 1 2 3 4 把愛放開 把手放開 如果你的心意不在 把愛放開 不再等待 你的溫柔是一片朵白 把愛放開 把心打開 這次我決定走出所有回憶重來 好好聽喔 未插電板耶 請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小鐘 歡迎收看 大家好 其實今天來錄影 感覺它心情上滿沉重的 怎麼說… 因為沒看到我的老闆 對啊 不是嗎 因為他唱也開心嘛 起碼想唱一首歌送給他的 好… 沒有你的日子 你我會想你 黑夜來幾時候 我會想你 我無法跟你的讚 可是你的陰影 我們還是會進不去啊 掌聲鼓勵 不過說真的 從你對憲哥的了解 你覺得他今天這集沒來 他自己在家裡面的心情 感覺是怎麼樣 我只能套他一句 他自己講過的話 這是我應得的 不是 你幹嘛 小鐘心經有多重 不要不承認 他之前來參加我們節目的時候 都穿了一個T恤 戴褲 他今天穿襯衫 然後褲子還打開到那邊 他一走進來嗨的來說 怎麼樣 對啊 還沒有找男主持的 對啊 他都已經好了 他只想創位的感覺 對啊 今天不是要來帶班的嗎 對啊 你剛剛是不是很想要 在陳德烈的鞋子裡面 放釘子 很像啊 沒有抓到 可以啊 你要帶班可以 但是你也要脫啊 你今天不是也穿襯衫嗎 1 2 3 4 1 2 3 4 抄掉… 抄掉… 我要拍子 你可以的… 他一直又走回你 他都這樣 可以怎麼辦 而且重要的是在健身房 每次看到小鐘看到 德烈… 我說怎麼樣 他說看我身材 不像是這個三十幾歲的人 我說不像啊… 你三十幾歲了 其實對自己非常有自信 真的 謝謝… 歡迎你來 接下來我們歡迎美麗的佩慈 歡迎 你們好 笑著嘴巴已經都酸了 所以你覺得還OK嗎 非常好 但是今天有特別交代 佩慈要走出來耶 對啊 對 辣妹一定要走出來 佩慈怎麼脫掉 來 走台步… 走台步 美麗啦 佩慈 身材好好好 超好的 太正了吧 我的天啊 我覺得如果現在憲哥在的話 他應該會問你一個問題吧 什麼問題 就是戀情的問題啊 會不會覺得我這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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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晨玲 我只能說你真敢講 真的 真的耶 因為憲哥叫我問的 沒有啦 會推脫 其實佩慈呢 她也是從這幾年開始看到 她那個美麗的笑容 整個綻放開來 一定是有愛的滋潤對不對 對 我也覺得 好漂亮喔 什麼 沒關係 我們今天可以交在這裡 能這樣這麼久 就到底有沒有機會 沒有啦 就是好朋友啦 謝謝佩慈 謝謝 謝謝 處女專機大賣 謝謝 身材紅紅喔 接下來是一位新人 讓我們歡迎石康君 大家好… 哈囉…大家好 哈囉…大家好… 子孫好 我是石康君 有沒有覺得自己今天很隨 第一次來我猜憲哥就不在 為什麼 沒有啦 憲哥在的話 應該就會說 看你這樣歌聲一定很好 你今天是憲哥上升是不是 沒有 其實他很帥啦 而且之前跟阿信合唱的時候 也表現得非常好 其實很會唱歌耶 是 所以要不要現場來試一下 也來一下 那就唱那個阿信跟我唱的那個 好… 那個副歌部分吧 唱一段就好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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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問 石康君是你的本名嗎 不是 這是我藝名 所以希望你唱片 可以賣得很好囉 希望… 所以你是台灣土生土長 不是…我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啊 You doing 你剛剛最近在新加坡紅番了 我告訴你 我就是前陣子去拍了戲 然後新加坡英文 我跟你講 比如說 What are you doing 就是正常的 新加坡人不一樣喔 What are you doing 要這樣子 那你要不然英文說 歡迎那個石康君 來到我們的節目 正常的英文 因為他是個華語 那個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英文叫什麼名字 Stone Jones Jones Yeah 歡迎Jones到台灣 大家都給你的手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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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個單元 真的 假不了 假的不能真 真的假不了 是喔 真的假不了 歡迎 Angela 安琪拉 二十歲 台步 好 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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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人現在是想過來的 超強的辣妹 來到我們節目都要走台步 但是今天不走 太有威脅性不只走 走一下 今天只有帥哥走 所以陳德烈你再去走一次 等一下 陳烈 他整個汗都是流到 我們來再照顧一下 我們來再照表廣大的電視機觀眾朋友 好…來 歡迎Angela 歡迎 Angela二十歲 台北人 怎麼褲子這麼短 前面的向隆鼓 而且…來… 她的臀部好窄喔 她精靜的 她沒有屁股 她少了這個氣功 怎麼可以這樣子 非常大方的Angela 什麼聲音在叫啊 怎麼會有這種乳牛的聲音 這是什麼呢 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叫Angela 她長得有點像小潘潘耶 有嗎 不過她是那個非常漂亮 而且她的行業很時髦 好 她月入十萬 要不要讓大家猜一下 跟吃東西有關係 我看她外表覺得是做美容 可是講到餐飲 我就真的還真的猜不出來 還是她邊剪頭髮 邊可以搖泡望紅茶 給客人喝 所以流行復活是幾個七五十萬 對啊 那康君 我覺得她可能是老闆 老 老闆 老闆 什麼老闆 月入十萬的話 這個行業裡頭 老闆大概有八萬多種 對 這幾個是個行業 她是哪一種的老闆 就是可能開咖啡 她是Lounge之類的 告訴大家你的行業是什麼 我在Lounge Bar裡做PR Waitress 就是公關服務生 公關服務生 跟平常服務生有 什麼不一樣的 有比較不一樣的是 她是在 我不明白你 這跟我們好好介紹一下 扣客陪吃飯是 扣客是怎樣 客人養的時候要幫忙扣的時候 你養的時候抓不到要有錢 幫忙是不是 我們負責聯絡客人來我們店裡吃飯 這樣我們可以抽成 對 所以你們還要主動去找客員 來你們的餐廳吃飯 那是隨便播嗎 電話是隨便播嗎 其實一般是 先由自己的朋友為主 那有一些是 自己進門的客人 就要跟他打好關係 叫他回頭客 對 那容我問一句是酒店嗎 不算 她不是 她只是一個平常的Lounge Bar 然後裡面可以吃東西 聽音樂這樣 所以她其實營業是 非常正常的餐廳 對… 那必須了解一下 你月入十萬是月薪嗎 還是其他有小費之類的 還是因為摳一個客人 可以賺三百五 因為我們是 那有十星是三百多 然後再加上我們總營業 就是說你叫客人過來 那它總消費額 你可以抽成抽一場這樣子 就是它花錢花得越多 我就抽得越多 代表它酒喝得越多 你就有很多錢拿就對了 對啊 你們這個服務 大概有多少個人 在負責陪客人聊天的 其實滿多的 可是像我上班 就是一個禮拜只上四天而已 因為其他的時候 不一定每天都那麼多人 那妳平均上班 要花多久的時間 七點到兩點吧 晚上七點到凌晨兩點 對 會不會有客人 對妳們做出無理的要求 還是會有 可是看妳的技巧 怎麼樣去擋它 可是應該要說競爭的人多嗎 就是你們這家店內 有幾個像妳這樣的待客人 其實我們這個店裡面 有滿多的 大概有七 八個 對 可是 每個人有不同的特色 有些人他會 比較信同性的 有些人比較異性的 我要是到那個地方在哪裡 要來吧 我們等一下 如果他是真的就拿那個 對 我好嗎 給他就好好不好 聽說有一次 在店裡面有兄弟鬧事 然後被妳擺平了 因為其中有一桌是我叫來的客人 是兄弟 不是… 是不是 對… 然後另外一組 他們就是喝酒 很多人他們喝完酒之後 然後情緒比較不穩定 然後妳就再叫兄弟 沒有 你這跟他有仇耶 你這跟他有仇耶 跟他有仇 對 然後呢 然後剛好兄弟 他們那裡面有一個人 是剛好我們認識的 對 那就剛好就是說 在我旁邊這樣子聊聊 然後就是拜託 等一下 我問的問題 為什麼妳一直看著他 等一下 我一直想 一直給他肯定 這是他的專長耶 他的視頻就很高 我想我沒有這麼高 他的專長就是這個啊 拜託 我現在都還看不清楚 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不然那一桌陳志遠有去嗎 那一桌 什麼 陳志遠有去嗎 不是一直摳兄弟嗎 沒有 沒有 天啊 我的媽 好陷奏喔 來喔 後來妳怎麼擺平的呢 後來其實 其實比較兄弟他們就是說 脾氣出得快 其實也收回來的也滿快的 而且他們滿重義氣的 剛好我認識的也是他們的朋友 那朋友就是旁邊拉一拉說 算了…喝杯酒這樣子 就剪刀舌布誰輸了就算了 對 其實這時候也要看我們的 臨場反應和我們的人緣 所以這是在做這一行是滿重要的 所以20歲就已經有江湖經驗了 還沒有別人有問題的 20歲喔 我問他一下 那妳一般來講的話 摳客的話 打電話給客人 有沒有什麼技巧 妳的聲音啊 或者是妳的要怎麼放 對 去跟人家這樣摳出來 或是有什麼聲音師 讓人家特別肚子餓要來了 對啊 其實不同的 因為他剛開始做的時候 比較不熟 那後來慢慢做之後 你就會知道 妳也跟他聊過天嗎 那你也知道他到底是 喜歡什麼樣子的 那你直接打給小鐘啊 現在 就現在 好啊… 這是假裝 假裝打一下 來示範一下 喂 喂 小鐘喔 我是 你在幹嘛 好順喔 講的 妳好 妳是誰 我是Angela 像是妳來我們Lunchbar裡面 然後我們有聊過天的那個 你們把我忘了 妳剛剛上次說 這個禮拜來看我的 有嗎 我不記得有這件事情 有啊 你還說帶我朋友過來這邊吃飯 很厲害 有 帶朋友過去吃飯喔 對啊… 可是你們那邊消費 好像不是很便宜 小姐也沒有說特別 我不是過來聊天的 你又不是過來找小姐 你這樣子一週看會知道喔 真的喔 對啊 你趕快過來啦 就今天啦好不好 我幫你打個折嘛 最低折扣可以到多少 可以打九折嗎 好厲害的東西喔 謝謝 他完全在打電話的時候 沒有一點跟人家好像不熟的感覺 對 立刻就拉進去 所以裝熟是那個重點耶 對啊 等一下 我要他打給我 好… 好 九折 好…來… 喂 我是李九折 姐姐 How are you doing 我很英文耶 為什麼英文 我為了你專門去學英文啊 你不是說上次要來我們午餐廳 然後教我英文嗎 我最近英文又退步了 你要不要過來教教我 跟她說這裡有三杯雞肉很好吃 三杯雞嗎 三杯雞嗎 三杯雞 三杯雞 好 等一下我馬上去 三杯雞 什麼人就用什麼樣的招式耶 對啊 我好相信她 怎麼會這樣 對啊 一號安琪啦從事的新興行業 是負責打電話找客人出來吃飯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嗎 超完美辣媽 皮膚咕溜咕溜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好 她連講話都還是很像小朋友 不是 她的皮膚根本沒有38歲的痕跡 對 我一直在盯著她 對啊 妳平常有在做情作保養嗎 沒有 好迴人天成的就對了 我看到你們的三位 我看到三位的眼睛那種憤恨喔 沒有 沒有 我覺得阿雅 妳在旁邊很像她媽 妳… 而且妳家穿兩面 母女裝 而且妳是我小孩 對啊 再回我們的2號 歡迎 汪雅玲 三十二歲 新竹人 中小公主路線的 好可愛喔 這個我沒有讓她走一下才不好了 來 歡迎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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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汪雅玲呢 跟她心愛的狗 已經有一年半的改情了對不對 她是約克夏嗎 好可愛喔 她叫什麼名字啊 她叫Dancing Dancing Dancing 為什麼呢 為什麼叫Dancing 跟今天來這邊有關對不對 有 因為她大概在四五個月的時候 然後我在店裡有放一個那個 謝金燕的音樂 然後我就發現她會跳舞 她會跳舞 會跳舞的狗 跳華爾滋嗎 什麼華爾滋 華爾滋 沒有耶 說真的 她是跳倫巴 對 對 不是華爾滋 可是也是國標之類的 那她跳的時候 她是四隻腳著地 還是說會站起來 她會換腳 換手換腳 就是真的國標舞的姿態這樣子 沒有 換手換腳 然後左右搖擺 她只有聽到謝金燕的歌 會想要跳舞嗎 聽到修皮都華或者FIR的歌 她不一樣會有反應嗎 這是一個好問題 是還是一樣 現在還是聽到謝金燕的歌 才會跳嗎 那應該是啟蒙老師吧 好可愛 第一次 第一次 那後來呢 後來的時候 快一點的音樂的時候 可以感覺她還是在動 她後來就是愛上跳舞 她那個細胞就被激起來了 那為什麼特別會做倫巴呢 因為她的樣子很像 然後屁股又會扭 我想看一下 而且聽說因為有客人知道 她會跳舞 每一天都會專程來到店裡面 看她跳舞 妳是從事哪一個行業的 我做寵物店的 寵物店的 她就變成是活招牌了嘛 是啊 好可愛喔 妳去公園遛狗的時候 她剛好還要大便手 她剛好還要一聽到音樂 她會不會跳 不 很尷尬這樣 她會怎麼樣 我有看著她站著尿尿 她不是母的嗎 對啊 母的是站著尿尿 她站著尿尿是因為 她聽到音樂的關係嗎 她可能跳在一半的時候 特別興奮就實際 然後站著尿尿 就實際 我看過的啦 那她邊跳的時候有邊搖頭嗎 會點頭 會點頭 真的假的 好特殊喔 好假的人喔 好時尚的狗喔 對 佩慈也有養狗嘛對不對 對 家有五隻狗 五隻狗 妳覺得這個 以這個五官看來 這隻狗會跳舞嗎 有可能嗎 我們之前有介紹一隻狗 牠是會 而且將近走半個小時 就是兩腿而已 我覺得可能性很高耶 因為狗的潛能真的非常多耶 對 而且狗聽得懂的單字非常多 對啊 牠有時候可能聽不懂 你那個字的意思 但是牠聽你的聲音 就有那個情緒在裡頭 牠聽你的頻率 牠也知道你是高興還是深情 對 所以妳認為 我大概比較想問就是 因為牠平常跳完舞啊或什麼 你會給牠一些什麼東西 鼓勵牠之類的嗎 肌肉條 肌肉條 對 因為這可以維持牠的熱情 對 2號汪雅玲 牠養的小狗狗會跳倫巴喔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嗎 好 歡迎我們的3號 歡迎 3號 我的主下是林志玲 Beyond Beyond 27歲台北人 Oh my God 當然就要走下台步囉 來 Music Music Go Beyond 27歲台北人 OK 穿到這身的淨妝 好特別喔 好像要算命 卡羅牌嗎 來 先跟大家問個好 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的主持人大家好 我叫飛揚 好大方喔 先讓大家來猜一下 因為牠其實滿明顯的耶 讓大家來猜一下 知不知道牠的這個職業是什麼 我覺得我一看牠就知道 牠是那種 一聽到音樂就會想要跳舞的人 而且跳舞是倫巴對不對 而且是倫巴 你的職業是什麼咧Beyond 我的職業目前是Pub歌手 所以牠是Pub界的林志玲 謝謝… 其實真的是 就是牠一走出來就有那種狂野的氣息 我覺得在Pub唱都是要那種很 放得很開 很有海風耶 才能帶動氣氛對不對 妳從事這個行業多久 我的聲音本來更像林志玲 真的嗎 對 真的嗎 是誰一開始說妳像林志玲 就是誰有這個錯覺的 誰有這個錯覺 真的有這樣 真的有一件記憶品 沒有錯 妳在結尾的時候 好可怕 好可怕 嚇死了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憲哥沒有來一切都很失常 開心… 不好意思 可以泡到人家覺得說 出來 首歌 憲哥你出來 不要再躲了 快來… 有沒有嚇到… 嚇死了 小心 憲哥就在你身邊 你身邊 有一個人不散的感覺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像林志玲的話 有沒有因為說像林志玲 然後覺得說碰到什麼 比較方便的事情或是反而被誤會 好像沒有耶 就是人家看到我就很開心 可是反而遇到 比如說我去買單 去吃路邊攤買單 然後人家說 這樣還要殺價 妳不是賺很多 對啊 這樣子喔 這樣子講我就覺得 妳怎麼知道我賺很多 那種感覺有點尷尬 所以妳真的賺很多 沒有啦 反正賺很多 曾經有客人二作劇 點過國歌要給你唱 對啊 對啊 那妳就怎麼應付 妳就真的三名 而且還在夜店唱國歌耶 對啊 請他唱 一起跟你拖抱 對啊…我就說 那這位帥哥 我覺得妳非常的愛國 我們要表現這種愛國心 那麻煩妳上台跟我一起合唱 那效果如何 效果當然是好笑到極點 好慘喔 所以那張反應也很棒 等一下他是真的的話 他就要現場 給我們看 對 帶來一段這個POP 非常有水準的一段 唱歌的表演 對 如果我是真的的話 智玲翻的 自己還會淘氣球 對 三號飛揚 是個在POP表演的 樂團女主唱 而且常常被誤認為 是名模林智玲喔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嗎 究竟以上三位 誰說的是假的呢 觀眾朋友們 趕快來猜猜看吧 No.2 是假的 是假的 2號 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希望 No.1是真的 OK 因為你真的會去他們的店裡面光顧 是不是 是 是 但是我覺得什麼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跳 感覺… 感覺… FIR 2號 也是2號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問那個問題 我覺得她的眼神一直在晃 說晃冷靜就這樣 她…她不聽音樂 就是 沒有 她有閃光啦 今天沒帶眼睛 真的嗎 你覺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用眼神來判定 我覺得是3號 3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一開始就說晃 她說她很多人說她像林智玲 所以我覺得她有習慣 對耶 不要做人生神奇 她是碰見林智玲 而且我覺得她的聲音 真的 未免太沙啞到一個境界 一般的歌手 其實她還會稍微保養一下 對… 因為她太要太多工作了嘛 對不對 可是唱話 阿妹也是講話也是這種感覺的 可是我覺得她的這個 已經沙啞到過頭了 是嗎 是因為今天看到你非常的緊張 真的嗎 真的 妳越看妳越像林智玲 妳們兩個講話 妳要互留下電話好了 好啦 你覺得她是假的 對… OK 佩慈 我覺得1號 1號 1號 因為我太願意相信那個2號的狗 有有量的才華 只要有出現狗的 都會投她一票是不是 對 然後3號真的 那個感覺 對啊 她 我太想聽她唱歌 這感覺就是秀場的人 沒錯啊 她一走出來就有那個Feel 那個氣勢 對 好 石先生 康君 我覺得2號是假的 等一下妳女士咧 對 妳她4號出來 妳說她是假的 妳怎麼啦 什麼 新加坡的那個摩馬的 新加坡的那個 好難懂 制度不一樣 所以妳現在選2 妳是改成1號對不對 因為都要減2 沒有… 就是2號是假的 2號 2號 對 因為如果牠那狗 真的會跳舞 牠就秀了啊 沒有啊 還有是真的才會秀 3號如果會唱歌 牠也就唱啦 你要不要我直接把答案給你看 要不要 還真單純呢你 好 所以你感覺是2號 對 就感覺了 我們幹嘛欺負牠 好 來賓猜測結果多數認為 2號會跳舞的狗狗是假的 答案究竟是哪一號呢 來公布答案 到底哪一個是假的呢 倒數5秒 5 4 3 2 1 請揭曉 恭喜吳霈子 天啊 因為妳很會演耶 太會演了… 妳真的很會演耶 而且林老師妳的新髮型還不錯 對啊 越來越看久只會像個傳統 對 說真的 我自己也被她騙了 因為尤其在那段事打電話的時候 她太能聊了 來 妳本身是什麼行業的 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 怎麼可能 我看久只能有點沒有難色 為什麼很假的 為什麼很假的 你可以去她健身中心健身啊 什麼 去她健身中心Walkout 對… 她是在當那個Walkout的老師 我需要運動 妳來看 妳來看 好啦 謝謝妳 謝謝 2號妳們是真的耶 竟然是真的 我要看狗跳倫巴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小的狗跳倫巴 她好可愛… 好可愛喔 所以她真的是Dancing Cream 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2號VCR 來 請看 第一屆櫥窗杯狗狗國標舞大賽 睜大妳的眼睛仔細看看喔 老闆娘音樂給她喬了去啦 看看Dancing精采的倫巴舞演出吧 多美人 很可憐 藍燈 看見沒 音樂一來 她就飆起來了 ANSAING真不是guide喔 一、二、一、二、一 你瞧 那節奏感可能連人跳起來 都不如它那扭腰敗唇的律動喔 厲害吧 一下子滑步 一下子換腳 Dancing的武功可真是讓你大開眼界了 他就是天生的舞后Dancing 給他鼓鼓掌吧 而且他很會扭耶 他真的很倫巴耶 怎麼這樣啊 好可愛喔 我覺得就像佩慈講的 其實動物是潛能無限的對不對 而且他剛剛是在滑步嘛 我看他 對啊 而且他一停下來 一聽到音樂還繼續 他有一個頓就開始 有一個頓點 然後再開始 你好棒喔Dancing 謝謝 好可愛喔 好了 各位先生 接下來我們來欣賞一段 非常專業的POP女王Fior 帶來的表演 現在的朋友準備把手機給我 謝謝 謝謝 現在唱出新的一段了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喝掉… 謝謝… 謝謝 Veon 好棒喔 包括我覺得觀眾也很棒耶 對啊 剛剛那位 洪佳克是李遙大哥嗎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們這個樂團的工作 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工作的VCR 魅力無法等 就在去年的時候就有 有一次就有那種 小我十二歲的男生 小一輪 小一輪 然後他就說 吹口哨 不會… 他說 我們在商店買東西 然後他就在門口等我 然後就說 小姐 我可以跟你做個朋友嗎 那我就看看他 因為我覺得他很小 我就說 有喔 有一次喔 我跟你講你一定不相信喔 你看我這種年齡 五十三歲了喔 走到收購門口 結果好幾個男生喔 別戲喔 那天剛好有兩位 然後他就問我說 小姐 請你喝咖啡 他說不行啦 我已經五十幾歲 真的啊 你五十幾歲喔 我說真的 在當營長之前是 當英文老師 那學生大部分都是 六年級的學生 高年級以上 對 然後他 比方說我去上課的時候 他都會很會搞笑 酷酥給憲哥 真的 他會說 老師你真是火辣辣般的身材 火辣辣 那這麼會頭戲 對啊 怎麼會這樣 他後來快播就是 吳宗憲吧 對啊 第一名模仰人氣紅不繞 風靡整個台灣 而有人也以模仿林志玲 造成了一股心轟動喔 我才不會忘記你呢 我才不會忘記你呢 你聽 是不是唯妙唯笑呢 除此之外 甚至還有一位 長相像林志玲的老師 聽說在學校 可是人氣寶貝喔 好熱的一個女子喔 好漂亮喔 是的 拜託 因為全哥的工作經歷是八年 很紅喔 身材很好 他根本就是一個林志玲的 沒有錯 除了這位老師之外 聽說另外一位 林志玲的分身飛揚 他的工作可是女主唱喔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 在她那甜美的笑容之下 在POP中表演所散發出的 動感魅力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ya 這是我上班的地方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地方的熱鬧 就是簡直就是林志玲的畫生 林志玲還棒 我們也可以抓到聽她演唱 我覺得非常簡潔的整體一下 很像林志玲 尤其是鼻子跟眼睛最佳 她像林志玲我覺得大家就是很 她像林志玲的那個程度 大概有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我覺得 過癮吧 她的演出是不是很有power呢 甚至跟客人的互動也很棒吧 簡直就是動感版的林志玲 不要再給我打分數了 你覺得我像林志玲嗎 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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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馬上進入到我們下一個單元 今天呢這個單元特別啦 叫做超完美辣媽 欸 陳德烈 妳媽長怎樣 這樣問我會不會不太禮貌 應該很正吧 因為妳還蠻正的 對啊 高嗎 高嗎 蠻高的 我媽大概160公分左右 妳想60嗎 對啊 這樣很高喔 Linda 對… 就差不多 我用比的差不多 Linda差不多身高 這自己超過160 真的嗎 對 對啊 這樣有168了吧 那身材呢 身材我想年輕的時候應該不錯 什麼叫年輕的時候 Linda媽媽應該也很辣吧 她就是沒有 年輕的時候啦 可是因為生了我們三個之後 罵妳不要看這一集 生了我們三個之後 就一直每天都怪我們三個 心寬體胖了是不是 可是我真的覺得有一些女生 她們生完小孩之後 反而就更有那種美 而且對自己會很有自信 安世奈美慧 好正喔 完全看不出來她是個媽媽耶 身材咪摩爾也是是不是 對 她常常帶著她的那個小孩亮相 四個 可是她自己你看在霹靂嬌娃裡面 一出來的時候 迪基尼 弄的咧 什麼叫弄的 裝… 弄的好像真的 弄的 裝扮的 陳琳現在年輕人的語言 我們要多學一下 妳剛剛那什麼來的啊 等一下 妳要多學一下嗎 對 她真的很弄的咧 就是裝的跟這… 對 就是包裝得非常漂亮 弄的咧 還有誰演藝圈 還有很多 我們讓那個來賓朋友來講一下 對 比利姐的身材真的沒話講 她保養得很好 對啊 她在國外 去國外的時候 她的女兒的同學 都不是要把她女兒 是要把比利姐 對 外國人喜歡那種風格 比利姐的風格 她還不只是辣媽 辣媽 辣媽 妳最近那個宗教那一點 性的有點害過 她不只是辣媽 她是辣阿嬤呢 對 她現在當阿嬤了… 她當阿嬤了 還是照樣很辣 女人就是要這樣嘛 來 Anyways 反正我們今天現場找了五位 真的是辣媽 妳真的看不出來她是媽媽的辣媽 而且生了好幾個小孩 好想看喔 馬上會我們的 傳奇 我們現在馬來看一下 超完美辣媽傳奇 觀眾朋友們 妳相信眼前所看到的照片嗎 這些看起來身材妖嬌 面貌較好的女性 可都是生過小孩的媽媽咯 有據婦產科醫生表示 女性在生完小孩之後 通常會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皮膚變差 小腹凸起 臀部變大 最後導致身材走樣 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黃臉膏 不過愛美始終是女生的天性 在這個美容資訊爆炸的時代 媽媽們自然有一套保養哲學 輕易擺脫邋遢的黃臉膏宿命 而日本日前舉行了一項 帥氣媽媽的票選 妳知道第三名是誰嗎 是剛生完小孩 目前正積極付出的 松倒菜菜子喔 第二名是 與日本天王牧村拓哉 結婚五年 生了兩個孩子的骨藤井香 第一名則是由主演 詩賴原一片走紅海外 現年44歲的黑木桶 所獲得的 今天我猜 人不可貌相單元中 我們請來五位超完美辣媽 請觀眾朋友們猜猜看 哪一位辣媽在十位 年輕帥氣的專業男 男模特兒眼中 她是最完美的呢 好 新婚禮 歡迎我們的一號辣媽 一號辣媽 黃十五分 三十八歲 一百五十公分 我不相信 四十五公斤 現在變成十年小孩 八歲 來的 天然 這是你本來的辣妹 對不對 三十八歲 一百五十八公分 四十五公斤 很有日本冰淇布的那種味道喔 對 還有加安氏奈美慧 怎麼會這麼辣啊 以及小甜甜的髮型 不可能 來 先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問個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好 她連講話都還是很像小朋友 不是 她的皮膚 根本沒有三十八歲的痕跡啊 對 我一直在盯著她看 妳平常有在做情作保養嗎 沒有 好酸喔 天成的就對了 可是因為是剖腹還是自然生有差嗎 是 我看到你們的三位 我看到三位的眼睛那種憤恨喔 沒有 我是羨慕 沒有 我覺得 妳在旁邊很像她媽耶 而且妳們現在都穿亮面 母女裝 而且妳是我小孩 對啊 真的 保養好好喔 謝謝 聽說妳跟你小孩子出去的時候 還會被搭訕 對 給我講一下當時的情況是 真的 老公氣死了吧 就在去年的時候啊 就有 有一次啊 就有那種 小我十二歲的男生 小一輪 小一輪 然後她就說 吹口哨 不會… 她在… 我們在商店買東西 她就在門口等我 然後就說 小姐我可以跟你做個朋友嗎 我就看看她 因為我覺得她很小 就說 妳找錯人了 她就說不會吧 我們應該差不多吧 後來我就知道妳是媽媽了嗎 我說那妳多大呢 她說69年次 她說那差多了 然後她還是不死心 她一直跟著我 然後我就告訴她說 我已經結婚了 而且我真實年齡 我就告訴她 她一定不信 而且妳平時都是穿這樣嗎 然後就傻眼啦 然後就傻笑 然後就… 就受人了 妳是…妳是穿這樣子嗎 我平常都穿這樣 可以回來 對… 妳平時是穿這樣子的嗎 平常打扮 聽說她就穿得很辣 接送小孩 所以大概 妳做服事業 大概就是都穿這樣 就自己當模特兒這樣 真的很安事耶 有一次她說唱KTV時候 忘了帶身分證 超過12點呢 服務生趕她出去 因為我出門都會忘記帶什麼 妳內心應該很開心吧 開心 很開心 一般被趕出KTV應該信 你們會覺得 拜託還沒唱夠耶 可是妳是 沒有認出我的年齡 可是她年紀真的很像17、18歲 看起來啦 對啊 因為我都跟就是很年輕的朋友 一起嘛 他們也以為說我應該還滿小 這邊寫最大心願 和憲哥合唱第一張專輯的歌 因為那是20年前 跟老公熱戀時候最愛聽的歌 而且夸號獻給憲哥 可是今天憲哥很快 你今天一出來你就在施神 鐘哥妳有沒有會知道憲哥的 妳可以模仿一下憲哥 對啊 沒問題啊 什麼歌 第一張專輯耶 第一張專輯的歌 小鐘就等這一刻了吧 對…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我才會這樣的想起妳這首歌嗎 剛好我會唱 裡面的歌 裡面跟小鐘嗎 哪一首 歌名叫什麼 森 森 人森的森 是嗎 人森的森 這首歌 好棒喔 森森唱的單字的歌 可以嗎 那這是哪個森啊 人森 是吃的人還嗎 憲哥上水門 我個人唱單字的歌就是王菲 好啦 這樣子好了 我們就… 我們就閉上眼睛 然後你就發自內心的唱 我相信呢 唱一段 對 我相信憲哥有天 在天之嶺會背後照 現在會照片嗎 對… 好 我們就假裝憲哥在現場 我覺得傳顯他照片 這一次總算帶對了 對 非常有用 嗨嗨 嗨嗨 從第一聲哭泣開始 你被註定要走這麼一趟 所有人世間的事 從此就要離場過 要學會看清一切 要學會看清黑白 要會分辨是與非 要知道這樣對不對 你的心在成長的過程中 不要會有些轉變 但是千萬就別忘記 最遠是地最美 或許他講了你困難 很難以理解 但是別灰心我們都曾經 走過這麼一回 掌聲鼓勵 立刻變成辣媽KTV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在哀悼憲哥的感覺 對啊 太賢哥好悲喔 對 怎麼會這樣 對 就媽媽颱風非常的穩健 來問一下我們來賓的感覺 很不可思議耶 真的喔 是不是有什麼保養品 還什麼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保養方式 大概就是 要保持一顆青春年輕的心 然後呢 不要讓 就是年紀越來越大 就很多衣服都不敢穿 其實 要多做嘗試 就是人要有自信的意思 讓自己永遠就是 很有青春活力 那老公看了也會很喜歡 很愛你喔 很多媽媽都很敢穿耶 真的 我媽媽上次把我好多不同質料 跟花色搭在一塊 搭在她自己身上 滾媽媽的那樣子嗎 看起來還挺瘋狂的 太敢穿了吧 對 好 然後我們在鏡頭前面 擺個姿勢好不好 好 一個辣媽的姿勢來 1 2 3 超完美辣媽 看得出來是媽媽耶 謝謝 現在馬上來歡迎 我們的2號辣媽出場 那時候就是隔壁的 就是好像也是在那邊的鄰居吧 隔壁老王 對… 真的是老王 對啊… 他還找到我家 他還找到我家耶 那隔壁是不是有塊地 隔壁是不是有塊地 隔壁是不是有塊地 那時候我很害怕啊 他怎麼樣找到妳家 敲門啊 有注意我很久了吧 是老王啊 他 真的嗎 果然就是在隔壁老王 就是在做這種事 看先生不在的時候來家裡面 對 高男生38歲 增高165公尺 高男生17年 小孩16歲 小孩16歲了 真的好強喔 16歲 小孩已經快要成年了耶 來 請走一下台步 前途後翹 好 這位辣媽呢 有一張明星臉 大家都說她長得像陳惠玲 現在呢 也有人說她像陳美鳳 好辣 辣媽 妳應該就是美鳳姐本人了吧 來跟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問好 大家好 我是楠茵 楠茵姐 結婚多久了 17 17年了吧 17年啊 重點是小孩已經高中了 對…已經高一了 不可能 驚訝喔 妳是怎麼樣維持妳的身材的 妳是只有一個小孩嗎 我生三個 三個 Oh my God 怎麼我媽生三個也不是這樣子啊 那妳有經歷過那個肥胖時期嗎 對啊 有嗎 生產之後 還好咧 還好 因為我都是在家帶小孩 可是很辛苦 其實帶小孩就最好的運動了 是不是 我認為是應該是吧 對啊… 所以妳沒有刻意就是 產後要去受回來幹嘛的 妳就自然而然的 對啊… 飲食方面吧 就控制一點 那小孩跟妳出去有沒有覺得 很得意 有啊… 是不是小孩都會說 我媽 對 會喔 會很有面子耶 那有人跟妳搭訕就是 怪招嗎 就是有沒有 就已經知道妳結婚了 還要跟妳搭訕 好久以前有 就生老二 媽媽妳現在也不差 媽媽會覺得說 已經好久沒有了 對 媽媽很生氣 生老二的時候有啦 有這種經驗 什麼樣的經驗 邊生然後醫生跑過來跟妳搭訕 不是… 醫生跑到七點的時候 對 可是妳不給我電話我就不撿 妳不給我電話我就不撿 期待可以留給我嗎 可以不給電話 不是…因為我 那時候就是隔壁的 就是好像也是在那邊的鄰居吧 隔壁老王 對… 真的是老王 對啊… 真的老王出現了 老王 我終於找到隔壁真的是 住老王的家了 她還找到我 我可不可以去妳家 看一下妳們家隔壁的老王 她還找到我家耶 隔壁是不是有塊地 隔壁是不是有塊地 那時候我很害怕啊 她怎麼樣找到妳家 敲門啊 有注意我很久了吧 可是我也覺得很怕 她想說 就明知妳是有夫之婦 她還想對妳有地圖直攔 對啊… 果然是老王啊她 果然就是隔壁老王 趁先生不在的時候來家裡面 對 她就跟我說 說她很有錢 然後又有什麼手錶什麼… 她說我能不能跟她交往 我說哪有可能啊 那時候我就很害怕 那妳老公已經先送我了 那妳老公怎麼反應 她不知道耶 她不知道 妳不讓她知道 對啊 我想說我自己解決就好 不要跟她講 不然她不是亂想 那妳覺得幾歲妳才會讓妳的女兒交男朋友 我是沒有限制年齡耶 只要她… 很民主 對… 只要她開心就好 對… 不要亂來就好了 對啊 如果交的是要讓媽媽知道 那媽媽知道反而安全嗎 對啊… 不然她私底下交的話那更糟糕 對 對啊… 那佩慈妳覺得呢 看到這個辣媽 三個小孩 那個無媽媽趕快減肥 因為我媽媽也很辣 我媽比我還高 而且我跟妳講她媽媽長得 而且我媽就混血兒 就長得很像外國人 五官很深邃 就是名模這樣子 把妳通認 就很高 其實妳媽媽如果瘦下來也不得了 對 我媽瘦下來一定很漂亮 對 我是好像沒有瘦的打算 可是很多人說 妳要看就是男性 要看自己未來有沒有禿頭 看爸爸 然後女性要看妳 就看媽媽 怎麼辦 妳說妳會變胖嗎 I'm sorry Linda I'm sorry 我覺得這應該是 有人是這麼說的 妳有沒有什麼美麗的名言 天下應該只有男女人 沒有醜女人吧 對 真的 你看媽媽今天來上節目 還去弄那個 指甲彩繪 對啊 真的是保持年輕的心 對啊 我們也來擺個姿勢好不好 好的 辣媽的姿勢 1 2 3 好累喔 謝謝 謝謝老公 藍茵小姐 真的有自信差好多 對啊 要勉勵所有的媽媽們 你們都可以像我們今天來的辣媽 一樣 趕快做運動喔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3號 3號 歡迎 3號 高美芸 53歲 1本6十年 超級難的 高美芸 高美芸 我們31年 小孩30歲 30歲 Oh my God 真的還假的啦 來 歡迎走台步 謝謝 好漂亮喔 好有抱子喔 高美芸小姐 今天我們生產的秘訣就是 每天早晚都會來搖個呼拉圈 你好 來跟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問好 大家好 我是美芸 你好 美芸姐已經 美芸媽媽 53歲了 各位 而且你看看那個 美芸姐的那個皮膚 好美喔 來 稍微這樣轉一下 你看好白皙喔 美芸姐 妳53歲 這女兒是不是陳仙梅啊 不是 我們要女兒 有像… 真的像 真的喔 最大的小孩30歲 對 那還有幾個 我兩個兒子 一個是30 一個是27 兒子訓練軍校肯清 被兒子同學誤認為是 教官的女朋友 這個好笑… 有一次喔 我到了學校看兒子 然後我進場的時候 很多弟兄們向我吹口哨 好高興喔 有沒有看到媽媽有多陶醉 在那個時候的光景 其實陳仙梅就是這樣子 對喔 陳仙梅 對 他那很多弟兄就說 這個一定是我們 長官的女朋友 我說你們猜錯了 我不是你們長官的女朋友 媽媽妳那時候 有沒有走路有風 有喔 好有風喔 妳那時候穿 妳那時候穿也是這麼辣嗎 對 妳那時候穿也是穿很辣 是穿裙子 所以妳平時都是喜歡這樣子穿 對 我平時都喜歡這樣穿 好大方喔 而且聽說走在路上的時候 還有陌生男子跟妳搭訕 要妳去喝咖啡喔 有 有一次喔 我跟你講你們一定不相信喔 你看我這種年齡 53歲了喔 走到收購門口 結果好幾個男生喔 連續喔 那一天剛好有兩位 然後他就問我說 小姐 請妳喝咖啡 我說不行啦 我已經50幾歲 真的啊 妳50幾歲喔 我說真的啦 真的不像耶 而且她很年輕以外 就是她還有崇拜偶像對不對 對 我的偶像是兩位 一位是吳宗憲 然後第二位是劉德華 這也太學術了吧 這兩位偶像插得太快了 憲哥有那個劉德華之聲不是嗎 對啊 那我們趕快來看表演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這個 要換衣服嗎 要換衣服嗎 官媽媽去換一下表演的衣服 謝謝… 等一下有辣媽的表演 好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4號辣媽出場 歡迎 超完美辣媽的恐怖約會經驗 第一次約會帶她去馬戲團 插裡面獅子吃掉 這好像是悲劇嗎 有這個嗎… 聽起來也很像編啦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那她擺想跳 後來她就開始流口水 然後她抱的眼睛是一色的 是 獅子流口水還妳老公 抱 是抱 她真的 她真的流口水 她不想跳了 不想她可能好久沒有吃東西 然後她就開始懷視前面第一排的人 我非常害怕被吃掉 然後我就 我不管什麼狀況 因為大家其實很害怕 可是大家都很鎮定 然後我就拉著她碗筷 一直碰 衝一衝衝衝 衝到外面 然後我知道 是不是衝到外頭就是一個草原 然後就 他有沒有就像 然後就像 然後就開始熱吻 對 那也是同學是第一次吃的地方 阿雅妳好棒喔 好棒喔 好棒喔 所以網信團真的是 不錯的約會地方的 對… 成立方 40歲 身高260多分 體重增強游心 結婚前流小孩7歲 哇 好棒喔 這是一種刺激那個線 對… 有一種那種網球辣媽的感覺 來… 聽說她是幼稚園的園長 真的 該不會就是 不是嗎 你看看她衣服的顏色配色 多麼的亮麗啊 好精神喔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她很鬆倒菜菜子喔 對 她臉上 始終掛著甜美的笑容 來 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問個好 大家好 聲音這麼溫柔喔 好圓掌喔 可以聽大家 你好 現在都雙語 對 謝謝 妳穩得很好耶 我聽得懂… 而且她的 她的肌肉看起來 一點都不像Mary過耶 對啊 她也什麼媽媽 什麼 她的肌肉一點都不像 就是有那個生過兩個星星的樣子 因為維持得還很棒 你們說那個是不是 為什麼我會被人家維持太好 妳終於知道健哥 我怎麼會被音樂控制 對 阿咪老師 原來妳才是這個節目的主人 真的挺主人嗎 對不起啦 主人 好… 好 那她是幼稚園的園長 補星班學生下長都不相信她是園長 妳是一個嚴厲的園長以及媽媽嗎 又溫柔又嚴厲 妳會怎麼樣懲罰妳的小孩 如果她真的做錯事的話 不關心一個 這樣子 這麼好 妳想要這樣嗎 辣媽懲罰小孩子的方式很特別 只要是 不關她就要親她一下 所以辣媽不能懲罰她的小孩 因為這樣的話就不夠辣 好了 有進步 OK嗎 抽水來保要生染 對 還不錯 所以妳都是怎麼 怎麼想拔妳的小孩 剛剛那個處罰方式滿好 我學到了 下次會 包括處罰學生 就跳舞給她看是不是 對… 轟炸她 不過回到原題就是 比方說老大七歲那個 有時候會故意欺負三歲的 那我就用搔癢的方式 搔癢 好棒的方式喔 這個方式好耶 因為會讓小孩笑 可是卻又很怕 有時候搔癢會燒到哭耶 不會… 我小時候被燒到哭過 但是我小孩不怕癢的 假裝想 慢慢… 對 打地底的繼續 還好兩個都很怕 很怕少癢 對 老公第一次約會帶她去馬戲團 差點被獅子吃掉 這是悲劇嗎 有這個嗎… 這個聽起來很像鞭的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為什麼差點被獅子吃掉呢 我們坐在第一排 然後都沒有未來 那叫豹 豹 豹跳 開始跳火圈 那他本來想跳 後來他就開始流口水 然後他豹的眼睛是一色的 獅子流口水還妳老公 豹 是豹 他真的流口水 然後他不想跳了 我想他可能好久沒有吃東西 然後他就開始還視前面第一排的人 我非常害怕被吃掉 然後我就 我不管什麼狀況 因為大家其實很害怕 可是大家都很鎮定 然後我就拉著他往外 一直砰 然後我知道 是不是衝到外頭就是一個草原 然後就 他有沒有追上來 然後就開始熱舞 對 同學 是第一次激怒的地方嗎 阿雅妳好棒 好帥喔 好帥喔 所以馬戲團真的是 不錯的約會地方 就是幼稚園 園長嘛 然後那個爸爸把小孩送來的時候 就一直處在那兒跟妳聊天 也很不會吧 會 好過分喔 美麗的園長 人人都愛對不對 下次他老婆來說 跟老婆告訴我一下 對啊 好壞 我會跟他說 好累喔 處理公務很多 事情很多 他說來…躺在這邊 真的假的 真的有啊 怎麼會 好不老實的爸爸 有 來 今天看我們露的是哪一點 來 請告訴我們 不愧是園長 有小六的男生呢 要他一直去游泳 還有呢 曾經有小六的男生 要他去游泳 我小六年級要游泳 對 還有…什麼一定要講 高中男生怎麼樣 高中男生對他提出交往的要求 Oh my God Oh my God Really 雖然媽媽內心保守 但是該炫耀的還是要稍微炫一下 因為去馬戲團過後 再來一個游泳 對 我們也是有人對 對 對 但是也很正常 那是到底是怎麼樣 發生什麼事 在當影響之前是當英文老師 學生大部分都是六年級的學生 高年級以上 對 然後他 比方說我去上課的時候 他都會很會搞笑 不輸給憲哥 真的 他說 老師 妳真是火辣辣般的身材 來 他這麼會調戲 對啊 怎麼會這樣 他報的結果就是無中性 對啊 無中性 算一下12歲差不多 差不多耶 四個裡面其中一個 那後來呢 然後都會 每個禮拜都會邀老師出去 烤肉啊 游泳啊 那妳有去嗎 剛開始會去 我覺得反正小孩子嘛 那時候我… 那時候還沒結婚 對啊 我真的是大概是小孩子 對 然後可是出去游泳他就會這樣子 老師啦 然後妳要說 妳還沒過青春期啦 自以為自己是大人 毛都沒長齊 那你別幹嘛 好啦 所以要為我們帶來的是 New Jazz的表演 對 那要換衣服嗎 對 要 好 雲姐 掌聲鼓勵 雲姐 五十三小 來欣賞雲姐帶來的 拉丁舞 掌聲鼓勵 雲姐要去哪兒 要過 你看得出來她是 兒子已經三十歲的辣貓嗎 對啊 謝謝 來… 石康君 看完之後感覺怎麼樣 很恐怖 恐怖 為什麼 沒有 今天我會打回去 打電話給我媽媽 跟她說 不然妳去學調 真的喔 可不可以改變你媽媽的 整個人生 改變她的身材 那在這邊要不要講一下 那個媽媽我愛妳這樣子 好啊 可以啊 變得好感性對不對 來 講一個唱 妳剛剛不對太感人了 我們把剩下節目 四十分鐘的時間 全部讓妳是康君 對媽媽的心情告白 新加坡看得到 新加坡看得到 沒有 就是 就是我在這裡就藉這個機會 在我猜…猜… 然後跟妳說 好緊張 有點緊張 對… 第一次跟我媽這樣想 對 我愛妳媽 是個孝順的兒子 對啊 而且他也算是異鄉遊子嘛 對不對 對啊 像九折的話呢 我們就不讓他講好了 讓人家講一下啦 你看國外來這邊 好 當然一定要的啦 媽媽現在在韓國嘛 對不對 媽媽在美國 在美國 那美國看得到 看告是不是 看得到 可以去出那個影片 對… 出給他看 對 所以我要告訴她 媽媽 我很想妳 然後 Yeah 我很愛妳 Yeah 媽媽 我很想妳 Yeah 好可愛喔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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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下歌 真的可以四十分鐘 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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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的媽媽聽不懂 聽不懂 我是國語嗎 So it's okay 韓文… 你可以用韓文 韓文 OK 預備 Where's the beat 1 2 3 4 Yeah 媽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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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嗨 嗨 嗨… 嗨 嗨… 嗨…嗨 嗨… 嗨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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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嗨 嗨嗨 嗨嗨嗨 嗨嗨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 不要這樣 好啦… 我們4號媽咪已經Stand ani很久了 好不好 тысяч… 家庭不行了 我離開嗑家莊很久了 我很久沒看到我媽媽 王偨的嗑 Kub 有媽媽還秀妳 к�妳 小鐘哥 小鐘哥 妳是歌手 妳是歌手 有一點很重要 要在拍子上面 小鐘哥 我就這樣 太多了 為什麼 會解散 對 妳是老鼠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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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喔 好啊 要不要讓四號媽咪表演一下 好 讓我們這個四號 非常有氣質的媽咪 帶來New Jazz的表演 麥芸 麗芸媽咪 這樣戲好棒喔 好棒喔 好棒喔 幼稚園園長可以這樣子 那個也是對鏡頭版的扣桑 好...來... 麗芳 麗芳 麗芳媽媽 謝謝 來... 好 中帶甜 好瘦喔 好 妳看我們這樣子轉頭過去 妳敢相信後面站了四位 都是孩子的媽了嗎 完全看不出來耶 好像是我們的朋友 對啊 好 來 我們歡迎我們今天 最後一位辣媽 5號 歡迎湯愛華 自11歲 155公分 自12公斤 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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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重點是她的小孩 已經12歲了 真的還假的 好可愛喔 小朋友 來 跟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天啊 真的是媽媽咪耶 對啊 41歲了 不要講我的年齡 是不是很不喜歡人家提年齡 對 可是妳的外型完全就是21歲 謝謝 結婚多久的時間 15年 15年 後面傳來一陣說 身體好可愛喔 所以妳保持身材的秘訣是 清淡的飲食加運動 對 早餐 地瓜 地瓜 真的嗎 不行 沒有 可是妳知道 現在地瓜研究出來是那個 是一個寶耶 因為它從頭到尾 它的皮跟地瓜本身還有地瓜葉 都有非常多的營養 整顆吃嗎 對 有之前喔 那還有呢 運動 運動 對 妳做什麼運動 妳也是喜歡跳舞 對 她會跳什麼 Flamingo Flamingo Sasa Sasa Sasa妳知道嗎 Sasa是什麼 不是 我知道 Sasa Sasa 可以當兵好不好 Sasa Sasa是假的 很喜歡跳舞 所以會跟六年級生去夜店跳舞 還被外國人搭訕 真的 而且哪一個夜店 可以讓六年級生進去的 都可以吧 妳不是六年級生嗎 不是 六字頭 妳也是六年級生 對啊 我以為國小是六年級 不是 她的年紀太小年紀了吧 六去游泳那個 所以妳也是結交很多那種 二十出頭的朋友 流行的這個資訊非常的敏銳 會自己DIY做一些小飾品跟衣服 對 真的很會搭訕 我等一下的Vermingo的衣服也是 我自己做的 真的喔 所以妳會表演舞蹈 好有勁喔 對啊 運動才會這麼年輕 對 要不要說一下對所有的 這個黃臉婆的建議 建議啊 希望也是不要為家庭還有小孩 付出太多 多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其實應該不是說不要付出太多 而是所有事情都要有個平衡 對不對 就是付出的同時也要愛自己 對…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請這位漂亮的媽媽 去換一下Vermingo的衣服 來跳一段舞蹈 謝謝 謝謝 歡迎五號麥花媽媽 帶來了Vermingo 這衣服太漂亮了吧 這幾次做的耶 好棒喔 我要 好可愛喔 好有氣息 好有架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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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了 起來了… 你看這個眼神 一招 散發出 阿嬤迪色彩 前面一個舞蹈精神 就是在這邊 好棒喔 好棒喔 來 好棒喔 被他幹得很難得走 我好張小但很有力喔 很有力耶 好帥喔 那是他的電動馬達 不得了 好帥喔 謝謝 掌聲鼓勵 愛華媽咪真的好美喔 真的好美喔 她吐著舌頭好可愛喔 謝謝 起上這五位辣媽 究竟哪一位在男模心目中 是最完美的呢 不要走開喔 廣告之後告訴你 專業模特兒最嚴厲的批評 是想上進還是 還是真的想給一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賽是選辣媽 看起來是變的 像媽媽如果這個比賽是選辣妹的話 對 對 以上這五位辣媽究竟哪一位在男模心目中 是最佳辣媽呢 觀眾朋友們 一起來猜猜看吧 現在要 來賓猜猜猜 到底是你們覺得1到5號 男模心中誰會覺得是最超級的辣媽 9折 我覺得每個麻辣是很漂亮 每個麻辣都很漂亮 對不起 不好意思 辣媽是很漂亮 但是我決定第三 3號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橘色 你喜歡橘色 橘色 好 是你的答案 你就是從那個顏色 最顏色的來 對啊 如果這個是Candy 真的很好吃 對 衣服的觀點 衣服 然後把辣媽給吃到肚子裡頭 9折 FIR 我覺得如果男模的話 應該是2號 為什麼 因為她身材身高比例最好 對 真的 可是如果問我個人的話 我會選擇1號 沒有人問 你是人國分裂是不是 那鐘哥呢 我選5號 為什麼呢 而且我覺得她最厲害的地方 是她笑容很甜美 對 好可愛 看了都想要把 你知道嗎 真的 太直接了吧 對… 好直接 老公有來喔 老公有來 想要一直去買菜嗎 妳在摩拳擦掌的老公 對 所以我覺得她真的很不錯 尤其她老公又帥 最後還會發解老公 對 她笑… 妳就是隔壁老王吧妳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可愛 佩慈 我也會選2號 對 美的專業 妳選的是2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2號媽媽真的身材 每一個媽媽身材都很好 但是2號媽媽的身材 我覺得比較也是對 就是比較難模特兒會喜歡的 或是比較適合當模特兒的 妳從模特兒的角度在選 對 我覺得她們可能看這種身材 才會覺得比較習慣一點這樣 好 再來是我們的十大哥 我們先生 新加坡的朋友 好 這是我選1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很像那種 妳媽媽 不是啦 那種日本的服裝的雜誌裡面的模特兒 對 很像 但是我們選的是超級辣嗎 對 不過我就覺得她是 男模特兒會以她們的那個角度去看 對 以平面的角度去看 其實美是很主觀的啦 今天來的每一位辣媽呢 真的非常有自己的味道 而且也很漂亮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男模特兒心目中 最理想的辣媽是哪一位呢 來 請看 以上這就是來賓猜測的結果 究竟誰才是最佳辣媽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答案揭曉吧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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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辣媽 辣媽 所以我們請到了 十位非常專業的男媽的男模特兒 來看看她們的介紹 今天評審團是由十位專業男模特兒所組成 瞧大家架勢十足的樣子 他們將要以最時尚最流行的眼光 為我們票選出他們心目中的超完美辣媽 趕快歡迎我們五位辣媽 歡迎 好辣喔 我不相信耶 好可愛喔 謝謝 辣媽一出場可讓評審團們都大吃一驚 直呼不可思議 而媽媽們也大方地頻頻放電 讓男模特兒們覺得這間媽媽還真是可愛呢 而今天我們便要請男模特兒們 教授媽媽們走台步的秘訣 並且要在最後進行練習喔 說說趕快進行吧 媽 開始分組教學囉 男模特兒們教得相當認真 能夠跟這些高大帥氣的小男生們相處 似乎讓媽媽們更加開心啊 學習起來也格外地賣力喔 好的现在大家的練習已經感覺有一些些的成果 但是我一定要問一下 4號 Heaven 請問一下 從我們4號 Heaven 這位学生還OK 嗎 很智慈 聰明 真的嗎 那我們看他走一下好不好 當然好了喔 記得喔 這老師好棒喔 親和力和美力 他的笑容是他最大的武器 他笑起來非常漂亮 非常有心和力 所以他在舞台上 要做運用他最強的武器 對啊 很棒很棒 而身材最高修的這位辣媽 情況如何呢 那兩位老師 你覺得他表現如何 我覺得他如果在更舞台上 會比較好 他基本管理很重要 但是眼神可以在瑞麗 眼神在瑞麗 看來這兩位老師 對媽媽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快樂的練習時光總是短暫的 馬上就來看一看 媽媽們的台步發表吧 一號辣媽表現得相當好喔 二號辣媽相當專業 在最後竟然破功了 真是可惜 三號媽媽似乎有點緊張 讓我們再給他一次機會吧 好 好 太發想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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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錯 接下來輪到四號辣媽了 還是破功了 五號辣媽表現又如何呢 好 還好 天哪 這次是模特兒突起 我們再重來一次吧 這次是模特兒突起 我們再重來一次吧 那你覺得哪一位辣媽是你還蠻欣賞的 應該是說看過今天的辣媽之後 發現我好像沒有一個像媽媽 對啊 而且讓我最覺得最壓硬的是 我以為一號真的只有二十出頭 對啊 就黃 真的是Oh my God 我的媽 你覺得誰是你最欣賞的 那個一號不是那個什麼 閃亮三前面的那個大姐嗎 不是吧 然後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三號 為什麼 因為他年紀跟我媽一樣大 我也希望我媽能夠從你這樣子 跟我去逛街 而這位男模又會選誰呢 因為我比較喜歡三號 因為那種就非常易啊 很像 因為他不太像五十歲 聽完了評審的講評 馬上開始進行投票吧 評分方法說明 評審團以舉牌方式給分 每人十分 總分為一百分 分數最高者就是今天的冠軍囉 首先是一號的辣媽 請舉牌 請舉牌 拍 一號七十二分 竟然有人只給一分 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賽是選辣媽 她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媽媽 如果這個比賽是選辣妹的話 我可能給她個十分左右吧 二號的分數 請給分 多走 二號七十一分 而三號媽媽似乎有點緊張喔 到目前為止大家分數都非常接近 到底誰會是今天的冠軍呢 我們趕快看下去 三號請給分 三號媽媽得到九十二分 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給她滿分 因為她以她這個年紀來講 我覺得她已經非常好 而且她整體的感覺也不會 她穿嘴也不會太過分 所以恰到好多 四號媽媽得到六十四分 而五號會得到幾分呢 五號請給分 五號獲得五十六分 投票結果 一號七十二分 二號七十一分 三號九十二分 四號六十四分 五號五十六分 三號媽媽最高分喔 恭喜三號成為今天的冠軍 恭喜三號 恭喜三號 謝謝五位 謝謝 其實時間 來 其實今天一定要講一下 那我們這一集呢 播出了隔天也是母親節 對 其實我覺得今天五位來到節目 是非常有意義的 對啊 因為可以這個 讓我們所有的媽媽都知道 就算當了媽媽為家庭付出呢 還是可以讓自己 非常的美麗 對 要活得很有自信 雖然有兒女了 可是還是要讓自己 過得很開心 對 謝謝 謝謝五位拉媽 謝謝五位拉媽 母親節快樂喔 也祝所有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 謝謝五尊姐姐 謝謝 謝謝五尊姐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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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